国内佛教组织今天恢复实体庆祝魏赛节活动 元首和首相祝贺信徒魏赛节快乐 巫统特别代表大会今天以声浪表决方式 一致通过修改党章第10.1.6条文的提案 允许最高理事会将党选展延到大选后的六个月内举行 大山脚昨天晚上发生一宗华裔青年遭人持刀砍死的案件 大山脚警方指死者与嫌犯之间相互认识 配合今天的魏赛节国家元首苏丹Abdullah及国家元首后 敦顾Aziza祝贺国内佛教徒魏赛节快乐 并希望魏赛节充满和平幸福及繁荣 首相Dr.Suri Ismail Sabri也趁今天恭祝佛教徒魏赛节快乐 期许国人能够在充满关爱互相尊重和和谐气氛下 庆祝所有节庆活动 元首通过国家王公脸书专页发帖文提到 陛下希望魏赛节带给所有佛教徒和平幸福及繁荣 另外Ismail Sabri今天在社交媒体撰文向佛教徒献上魏赛节祝福 他提及庆祝魏赛节旨在提醒民众行善包容和关爱的理念 魏赛节是纪念佛陀释迦牟尼诞生重道及涅槃的日子 佛教徒会在魏赛节当天到佛寺庆祝佛诞及御佛 过去两年新冠疫情让魏赛节活动被迫暂停 扩别两年之后 许多佛寺今天复办魏赛节庆典 让信徒参与及共沾发喜 佛总学龙分会等佛教组织今天恢复实体庆祝魏赛节活动 马佛总学龙分会今天在旧巴生路首都佛教大厦 举行庆祝本师释迦牟尼佛诞生 承道及涅槃三期统一庆的一系列活动 配合佛陀日庆典活动 该会恭请马佛总学龙分会主席明基法师 与诸位大德法师临重上功诵经祈福 欲佛祈求消灾免难及外带方式速食结缘 这是世界性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第一次大开放的魏赛节 该分会从早上八点三十分至下午五点 标准作业程序大松绑之下 让许多信徒可以在更热闹的情况 欢庆魏赛节 尽管如此 信徒们还是不忘自律 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本台记者今天到纳敏佛教协会寺庙观察时发现 宗教仪式的安排符合过渡到地方性流行病阶段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与往年不同的是 作为防止病毒传播的预防措施 今年寺庙还是没有举办食品售卖会 有的信徒对这次的庆典可以比较大肆庆祝 感到开心 犹如回到了正常的生活状态 尽管如此 信徒还是在出席仪式前 不忘了进行新冠肺炎自行检测 配合今天的魏赛节 也是交通部长的Dr. Sri魏家祥 今天上午亲临千百家佛教居士灵域佛里及参观 魏家祥表示 宗教场所保留地的土地批准权在州政府身上 即便如此 州籍执政党和宗教团体之间还是能够有良好的谈判空间 共同协商处理土地事宜 千百家佛教居士灵总财务李金全在提问环节 寻集政府是否能拨出地段或用优惠价格购置土地 来解决巴法林在野佛教团体活动地点不够用的困境 魏家祥对此解释 即便执政的政府有制定了宗教场所保留地政策 提供不同宗教组织申请空地的管道 然而政府保留地空地等任何政府的土地规划 土地批准权都在州政府 他解释 华裔人口高占比的巴拉林在野区 可说基本上约60%都是华人 但按此占比当地的佛教佛寺或居士灵是不足的 他以千百家佛教居士灵为例 凡是举办魏赛节等重要活动 报访者过万便会非常拥堵且难以容纳 他认为州执政党和宗教团体之间 可以有更良好的谈判空间来解决这项问题 千百家佛教居士灵得以设立在林里 是因建立时期依据当时的土地规划指南 然而后来新的指南出现了 因此如今要再找到住宅区的宗教场所保留地 已变得不多 配合2022年国家青年日 首相Dr.Sri Ismail Sabri 今天在TVE电视发表献词 他希望通过18岁投票措施 国内青年更了解国会民主制度 及发挥年轻选民的角色 同时提升自我身份 在来届全国大选做个负责任的公民 以iki days要稳定いる场合成的 在加上致四月份流氓定的 2.6 milhões 使用选择 伊斯玛·萨利指出 而政府一直都认可青年的贡献 成就努力任性及新生 他说政府非常关注青年课题 特别是降低失业率 根据2021年经济领域的马来西亚青年指数 就业能力是42.01 他提到在2022年财政预算案 政府推出20多项措施 直接或间接让青年受益 包括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以配合商业发展 进而使经济处在正确复苏轨道 首相Dr. Suri Ismail Sarri透露 青年及体育部将在今年增设 国家杰出青年奖七个新组别奖项 以鼓励青年继续为国家发展 做出贡献 以鼓励青年继续为国家发展 以鼓励青年继续为国家庆年计划 以鼓励青年继续为国家庆年计划 此外政府也将延长奖牌计划至2025年 总共涉及2亿4900万令吉的拨款 这是为了表彰国家运动员在国际舞台上取得的杰出成就 青年约占国家运动员总人数的31.6% 巫统特别代表大会今天以声浪表决方式 一致通过修改党章第10-1-6条文的提案 允许最高理事会将党选展延到大选后的六个月内举行 这也意味着在全国大选前 巫统铁定不会进行党选 而即将领军巫统迎战大选的巫统主席是Dr.Sri Ahmad Zahid 根据传统国家元首将会召见在全国大选足以赌城政府 赢得最多议席的政党党魁 一旦国政及巫统胜选将被召入宫的巫统党魁将会是Aman Zahid 2586名巫统代表也就是一名大会议长 49名最高理事 2511名来自全国190个区部的代表 7名妇女主代表 10名巫青团及8名女青年团代表出席了今天的特大 并以声浪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提案 巫统总秘书Dr.Sri Ahmad Maslan在推特发帖文表示 这次修改党章涉及三个条文 也就是第10.1.6条第15.3条及第18.2条 巫统党章第10.1.6条文原本阐明最高理事会可以将党选期限推迟不超过18个月 但经过修订之后 这个条文将变成最高理事会可以将党选期限推迟不超过18个月 或大选后不超过6个月内举行 需时哪个日期较迟 针对第15.3条的修正 则允许最高理事展颜巫统三机构 即妇女组、孤青团和女青团的党选至大选后的6个月内举行 修改的第18.2条则可在选举对支部主席、熟理主席及其15名最高理事成员进行投票 大选日期会是几时是我国政治局势关键的变换点 首相W3 Ismail Sabri针对此事回应 大选日期是由政府决定并不是由巫统来做决定 他授寻大选日期是否已经定下时这么简短的回应 首相表示 巫统也知道如果有建议大选日期就需要带到内阁来决定 一旦内阁决定日期之后就会授权他去与国家元首商讨 当被巡集是否会在今年举行时 Ismail Sabri大卖官子指 大家等着吧 如果他告诉大家代表他早就知道了 另外首相指出 巫统将在60天内把修改党章的内容提成到社团注册局 至于后者是否会接纳还是一个未知数 巡集修改党章后是否意味巫统已经准备好备战大选时 首相强调巫统从很久之前就已经准备就绪 并不是因为修改党章才准备 政府将在明年初宣布B40、M40和T20群体的新贫困和收入水平 掌管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Dr. Sri Moustapah Muhammad说 收集有关资料的工作 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完成 预计划 Mustaba是在吉兰丹哥达巴鲁出席活动后 向记者这么表示 Mustaba说设定新的收入水平对于政府继续实施 大麻一家消除贫困和致贫家庭计划非常重要 该计划涉及家庭收入为每月1200令吉的人 这符合政府在第12个马来西亚计划中的愿望 也就是在2025年底消除贫困和致贫家庭 大山脚昨天晚上发生一宗华裔青年遭人持刀砍死的案件 大山脚警方进入调查这起案件 并鉴定这场争执后砍人案 涉及死者一名女子及四名本地籍男子 而死者与嫌犯之间相互认识 威中警区主任沙肥助理总监 今天下午证实警方已经着手调查这起案件 事发地点是在靠近小贩中心的户外场所 这起争执案涉及死者 一名女子及四名本地籍男子 他说社交媒体目前流传三个 有关女子持力刀砍人案的视频 而他证实威中警方在昨天晚上8点20分 接到民众投报此案 他指出一名约30岁的本地籍男子 在事件中受重伤 并在被送往大山脚医院治疗时身亡 死者已经进行解剖 以鉴定死因 而警方目前还在追击涉案者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调查此案 警方还在鉴定这宗砍人案的起因 并促请知情者提供情报 社交媒体在案发后也流传多个 由路过民众拍摄的照片与视频 包括中伤男子的身边有一名女子 疑似拿着长刀 也有民众拍下一名身穿白衣的男子 被砍多刀后 满身溢血倒在路旁的视频 涉及大道车祸五人烧死案的赵霍托格罗里斯基 在被警方延长扣留三天直到本月18号注查 该名28岁的司机预料将在下个星期二下午 或星期三早上被带上推示停面控 江沙警区主任奥马伯特助理总监说 该名罗里斯基的延扣令在今天届满 被警方再次押往江沙推示停 或推示停批准延扣三天 警方预计在下个星期二将调查报告 提成赴检察司 如果没有意外将在同一天下午 在法庭进行提控 根据报道 该名照护司机共有22张交通罚单 其中21张罚单已经缴交 当中包括8张超速驾驶 本月12号凌晨1点45分 江沙苏丹阿兰沙大学五名大学省 乘坐轿车途经南北大道245.2公里 靠近霹雳江沙往北路段时 被一辆载铁托格罗里从后猛撞 负撞及前方另一辆托格罗里之后 起火焚烧 造成他们活活被烧死 在吉达 十名男子在等待批发商送货的时候 竟然在八砂摊子桌上 剧堵鱼虾蟹来打发时间 结果这十名男子遭到警方逮捕 并充功620令吉 吉达州警方反风化 速读及私会党取缔组D7文告指出 该组在今天凌晨2点30分 带队到东姑阿都拉曼路 一间八砂展开取缔行动 并逮捕十名剧堵男子 该州警方刑事罪案调查组主任 Nado Sures表示 十名嫌犯年龄介于37岁至66岁 他们都在八砂工作 根据警方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这群人经常在深夜或凌晨等待批发货 送到八砂前剧堵打发时间 警方在这起行动中除了充功620令吉以外 也在现场起货赌博工具 并援引1953年公开赌博场所法令 第六条第二款条文下调查此案 另一方面他也透露 基达州警方也在上个星期四12号凌晨1点 在东江越艺间汽车喷漆店后方 取缔了16名涉嫌玩Pok Dan 五博游戏的男女 道路使用者在看到救护车 在自己的交通工具附近要经过时 必须让路 以让救护车内的病患获得紧急治疗 不过近期脸书流传一段视频 显示一辆救护车沿途不断发出警笛声 却遇上自私司机拒绝让路 卫生总监Dansree Nohicham 今天转载视频并抨击该名司机行为自私 大马行车记录器车主脸书社交群组 今天早上出现一则长达38秒视频 显示一名驾驶白色本田轿车的 司机事发时在右边车道行驶 而后方却传来救护车沿途不断发出的警笛声 见到这样的情况 救护车前方的司机却依然拒绝 转换至左边车道以让路给救护车 这个铁文后来也引起Nohicham的关注 Nohicham今天也在脸书专页 转发上述视频时 抨击上述司机的行为自私 因为后方传来的救护车警笛声已有一段时间 但该名司机却故意不让路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歌手黎声明、陆文静带来歌唱演出 还有Fresco口琴重奏团的Aden孙福泉带来精彩的口琴表演 IFM下班黄金节目时段 辉煌荣耀三位主持人暖场之后 出席者在导览员的带领之下 戴着草帽到有机菜园了解不同品种的蔬菜种植法 DJ聚餐会少不了DJ们的表演环节 电台招牌节目《快乐893短剧》也搬到现场上演 DJ徽景也为现场听众带来口琴表演 出席的听众还获得礼物 另外大家还一起品尝健康的有机火锅 度过不一样的双清节 2022年第七届沙巴华堂国际荣州赛 将在今年7月2号及3号复办 由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兼沙巴中华大会堂堂长 Dansree吴天拳 昨天率领大众到丝绸港湾马利纳俱乐部 举行下水礼为即将举办的国际荣州赛 进行简单而隆重的仪式 祝愿赛会顺利 参赛队伍顺风顺水再创佳季 这项疫情前每年吸引超过100只海内外队伍参赛 数万各族民众及国内外游客观赛 不单是运动项目 更是文化活动旅游盛会 除了精彩又致奋人心的压轴好戏 龙州竞赛 周边活动如传统美食果粽子比赛 今年更增加7公里龙州跑 吴天拳指出 沙巴中华大会堂每年都组织庞大的筹委团队 举办国际荣州赛 有助国家及华社推广中国传统体育文化 同时也促进沙巴体育及旅游事业发展 这个活动也获得州政府及旅游相关部门拨款支持 以及广大各族人民及游客的鼎立支持下 已经发展成本周的圣诞、开斋、丰收及农历春节之外 另一项跨越种族、宗教、全民同庆 汇聚文化、体育及旅游特质于一身的盛大家年华 IFMDJ梁静荣召集了一班听众粉丝 筹勤出力 为雪州嘉宁之家的长者送暖 梁静荣在社交媒体上号召粉丝 一起关心孤独长者 为他们贡献爱心 此行 他们带来了不资和慈善筹款给家领之家 同时送上花束和蛋糕给单亲妈妈们 梁静荣希望透过民伯之地 可以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号召更多人加入刑上行列 为了纪念1860年日本代表首次访问美国160周年 纽约市迎来了一场盛大的日本游行 新闻解释前一起去欣赏 我是陈辉锦 感谢收看 Salam Kaloga Malaysia 我们再会